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多家英文媒体综合报道 周六和周日这两天超级风暴袭击BC省南海岸 给当地造成停电 洪水泛滥 交通延误 甚至汽车房子被冲走 居民死伤 画面相当恐怖 雨量之大堪称20年来所罕见 鉴于周末暴雨造成的安全隐患 温哥华特区已经下令疏散当地的六户居民 并且该市政府于周日晚间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并发布了疏散令 政府表示10月20日上午 专业人员进行检查时发现 个别私人基础设施的潜在故障会对公共安全构成风险 一场破击路的洪水淹了雨水排放系统 导致多地发生严重洪灾 一些地区的居民进行战术性疏散 有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洪水冲破了围墙 淹没了家里的地下室 根据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 整个城市都陷入一片汪洋之中 洪水顺着马路流淌 公园也被淹了 居民区更是惨不忍睹 在地势较高的地方更加危险 洪水夹杂着泥沙从身上冲下 街道瞬间变成河流 不得不紧急关闭 风暴导致超过1万户断电 由于水量太大 多条街道被强行关闭 洪水 倒灌进屋里 甚至就连三文鱼都被冲上岸了 人们只能划船出行 到处都是末日即逝感 大温哥华地区的超过20条下水道泄漏或破裂 损失范围相当广泛 主要影响温哥华河北岸 但也影响到苏里 列治文 丰树岭 南里 新西敏和墨迪港等地区 温哥华岛皇家骑警称 暴雨冲毁BC省道路 两辆汽车淹没在水中 导致一人死亡 另外一人推测为溺水身亡 这是上周末该省因大气河流导致的第二起和第三起死亡事件 警方称其中一名司机的卡车完全沉入河中 由于水流湍急且天色昏暗 解救人员无法确认车内是否有人 后来失踪司机在不远处被发现已经死亡 另一名失踪人员也在同一条河流中被发现死亡 此外 周六下午12点半左右 警方接到报警 称在Kalgrid Drive和McIntyre Road陆附近发生了泥石流 警方在吞结的水流中发现了一些碎片 后来发现这是被山洪冲走的房屋残雨 周日晚上 有关部门证明 失踪的房主是57岁的高桂林女子 她的尸体在房子被冲走后被发现 BC省南岸泥石流造成数十人受伤 周末 冲击路的暴雨袭击了高桂林 在一些地区24小时内降雨量高达200毫米 导致大面积洪水泛滥 雨水系统不堪重负 此外 周末暴风雨期间 肯尼迪湖的降雨量为317毫米 附近托菲诺的降雨量为218毫米 BC省还对大温哥华地区的高桂林河 和温哥华岛西南部的水道发布洪水警报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从11月8日起 加拿大将高薪类别外国工人最低时薪提高20% 从目前的28.39加元提高到34.07加元 据加通社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预计将提高高薪类别中 临时外国工人的最低时薪 以鼓励雇储雇佣更多加拿大员工 根据当前计划的高薪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类别 雇储必须支付至少其所在省份的中位数收入才能获得工作签证 一位政府官员表示 就业部长兰迪·博伊松诺将于周二12月22日宣布 最低时薪将提高到比所在省份中位数时薪高出20% 该新规变化定于11月8日生效 与之前对临时外国工人计划的修改一样 政府的目标是鼓励雇储雇佣更多加拿大本地工人 特鲁多自由党政府应增加或准进入加拿大的临时居民数量而受到批评 许多人将此与住房短靴和生活成本上升联系起来 自由党的外国劳工计划还因涉嫌虐待工人而受到抨击 雇储需要获得LMRA才能雇用临时外国工人 雇储需要证明没有足够的加拿大本地工人 来填补他们正在招聘的职位空缺 在安大略省 高工资阶层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为28.39加元 因此一旦变更生效 雇储将需要支付每小时至少34.07加元 政府官员估计 这一变化将影响LMRA高工资类别下的多达34,000名工人 现有的工作签证不会受到影响 但官员表示 计划中的变更将影响他们的续签 根据加拿大移民部的公开数据 2023年有18万3820份临时外国工人贡献生效 这比2019年的9万8025份有所增加 增幅为88% 即将发生的变化是一系列收紧资格规则 以限制临时居民 包括国际留学生和外国工人的最新举措 这些变化包括对某些行业的低薪外国工人比例设定上限 并停止对失业率高的大都市地区发放外劳贡献 农业部门的临时外国工人不受过去规则变化的影响 10月19日 有人在X上发布视频称 留学生一边批评加拿大 一边要求成为加拿大人 多伦多 宾顿 大量留学生在高速附近每天安营扎债 他们大多数来自印度 抗疫人数规模之大 时间之久 令人咋舌 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 发文称 对移民最友好的国家之一开始改变政策了 近日 位于宾顿市东女王街和410号公路附近的营地依然存在 这里是来自印度的一群留学生的根据地 这里聚集了一批来自印度的留学生 随着天气逐进转冷 露营地的人数也在减少 这让人不禁感慨 加拿大的寒冬确实让人望而却步 9月份时 许多抗疫者显得十分避讳尽头 此举让人不禁觉得有些矛盾 毕竟他们在露营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传达某种信息 然而 近日 一名示威者从帐篷中走出 表示自己作为留学生的学业已经完成 他们却不愿意回印度 这位示威者表示 他们的抗疫是为了向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政府施压 要求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加拿大 他指责移民官员和政府护导他们 令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很快获得永久居留权 甚至加拿大国籍 然而 现实却让他们感到失望 营地中树立的一块标语 停止仇恨和种族主义 暗示加拿大社会存在种族主义问题 然而 加拿大媒体指出 要求人们遵守移民法规真的算是种族主义吗 如果一位加拿大人想要在印度定居 印度政府拒绝立即给予公民身份 是否也可以被视为种族主义和仇恨呢 值得注意的是 留学生的抗议活动也得到了部分本地群体的支持 社交平台X上的一则贴子这样写道 如果移民工人足够好 可以为加拿大工作 那他们也应该有资格留在这里 我们应该结束临时外国工人计划 废除所有种族主义的移民和庇护控制 而其他评论就不那么友好了 网友纷纷表态要驱逐这些人 更有声者想直接送他们上飞机 X上有网友表示 这场抗议行动充满了矛盾和不解 如果抗议者们认为 加拿大是被盗的土地 且加国居民充满仇恨与种族主义 那么为何他们依然希望留在这个国家 更值得关注的是 政府将如何应对这类非法露营现象 会否动用紧急状态法进行清理 还是说某些特定的抗议活动 会得到更多的容忍 未来这场抗议行动将走向何方 仍是个未知数 加拿大的小伙伴们注意了 如果您从Loblob、沃尔玛、Sorbis 或Metro商店购买了冷冻滑肤饼 它们可能属于全国召回范围内 Treehouse Foods是多个冷冻滑肤饼品牌的制造商 该公司上周五发布了召回通知 要求召回某些冷冻滑肤饼产品 因为这些产品可能受到单核细胞增生 里斯特军的污染 据悉 里斯特军感染是一种食元性细菌性疾病 对孕妇 尤其是婴幼儿又15岁以上人员 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员来说 可能非常严重 甚至是致命的 最常见的原因是吃了加工不当的肉块 和未经高温消毒的奶制品 健康人员很少会因为里斯特军感染而生病 只会出现高烧、严重头痛、僵硬、恶心 腹痛和腹泻等短期症状 今年夏天 加拿大召回的植物奶 引发了里斯特军疫情 造成了三名加拿大人死亡 其严重影响可见一斑 Treehouse Foods表示 这个问题是在制造工厂的例行测试中发现的 被召回的冷冻华夫饼在美国和加拿大均有销售 并以十几个品牌的不同形式进行包装 沃尔玛、Metro、Sobis和Loblo砸货店销售 许多被列入召回名单的品牌 包括Good Value、Complements、Selection和No Name 召回通知中写道 迄今为止 尚未收到与召回产品有关的疾病确诊报告 任何担心患病的人都应该联系医疗保健提供者 想检查你的冷冻华夫饼是否受到影响 制造商建议购物者和零售商检查纸箱背面的UPC 以及纸箱末端的批号和最佳使用日期 如果他们与此列出的任何产品相符 Treehouse Foods表示 应将其扔掉或将召回的产品退回购买地以获得退款 受影响的冷冻华夫饼的照片也可以在官网中找到 制造商表示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江大食品检验局 均已知晓此次召回事件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